沉睡了五百年的魔王醒来后原本豪情万丈 准备重生归来在征服世界 然而走出家门的一刻 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彻底懵了 只见高楼伶俐 街道上人来人往 科技感如海潮般冲刷着一切 这世界早已不是他所记得的那个魔法统治的旧时代 时间回到五百年前 魔王刚刚还在一世界横扫八方 成功拿下魔王宝座 本想着开开心心当个天上地下为我独尊的魔王爷 结果没得死几分钟 就被从天而降的勇者团灭了 简直猝不及防 随后系统直接强制送他回老家 然而命运的玩笑还没结束 五百年后忠诚的下属马奇纳竟然从坟地里把他捞了出来 说是要重启魔王大忌 这可乐坏了魔王大人 可还没来得及大杀四方呢 他的得力助手马奇纳却甩来一记现实暴击 原本他们生活的阿尔内斯大陆在八十年前和某个科技世界卷到一起去了 直接搞出个魔法与科技混搭的新大陆 而且两边人类996家眷王文化 硬生生把人口卷掉九成 魔王大人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惊天新闻 就看到高楼大厦下机甲机器人在街上溜达 整个人都震碎了三观 这是魔幻大陆 这不科学 于是他决定先让这些凡人体验一下真正的魔法 他手一扬 怒吼着准备拉个大的 结果啥事没发生 马奇纳赶紧拉住他 一边小声解释 现在的凡人有魔导武器护体 特别硬核 当年我们魔族天王团都被削到生活不能自理 只剩我一个跑了出来 可千万别冲动 魔王文言脸色一变 这新世界不简单啊 凡人不但战斗力加了buff 连和平协议都跟魔族牵上了 随后警报声大作 马奇纳连忙把魔王拉走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屏幕上闪过 魔王愣住了 那分明是当年击败他的勇者模样 随后魔王向马奇纳问起了自己几个老部下的下落 据马奇纳所言 世界早已变天 魔王族如今被视作非生物的邪恶残余 并且是被高层下令清除的对象 六魔猴之一的血树猴已为保护他而牺牲 另有几人失踪 甚至他的救部也所剩无几 可当提及到库尔玛斯的名字时 马奇纳却突然显得有些慌乱 于是借口去买水就溜走了 就在这时一个直播画面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群发光小精灵正飞到一个妹子面前 顿时屏幕就花了 魔王果断拦住妹子 好奇地问他怎么做到的 这妹子一脸骄傲地开始自爆技术细节 他在用零窜术干扰信号 以此对抗不满的社会体系 魔王听后饶有兴趣地向女孩打听一个就布下库尔玛斯 结果一问才知道 这位大佬现在已经成了某科技公司的CEO 魔王寻思这养成系统也太魔性了 魔王布下变成科技精英 他心里不服 二话不说闯到人家公司顶楼 却没想到被马尔库斯一顿冷嘲热讽 现在的魔王只不过是一只只老虎罢了 要知道他现在发明的芯片不但可以简化所有魔法操作 甚至只要植入这个芯片 就连狗都会使用魔法 魔王这小暴脾气瞬间被点燃 魔力全开 可还没等他出手 马尔库斯轻轻一挥手 居然顺发技能 直接给魔王一套高空丢弃法 一边丢还一边嘲笑 要是跪着来求他的话 免为其难也不是不能考虑 魔王眼前一黑 不仅被打下了塔楼 连地上路过的小混混都不给面子 眼看自己身份高开低走 魔王内心复杂 竟有一丝迷茫 好在马奇纳很快找到了他 深感愧疚地向魔王承认 如果当年不是自己 亲信某些内线消息 恐怕不会导致他们 陷入当前的危局 在马奇纳的带领下 魔王暂且隐退 但他万万没想到 马奇纳的家境是个 只有几平方米的B字空间 看着忠诚如斯的马奇纳 被科技世代压迫得如此凄惨 魔王的眼中燃起了 更加坚定的火焰 这崭新的世界固然强大 但终究是凡人搭建的浮华表象 本魔王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他鼓励着马奇纳 并发誓要重整旗鼓 他要让这帮凡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叫魔王的反击 对于这个决定 马奇纳当然举双手赞同 不过复活后的第一战 当然要入乡随俗一搏 于是他建议魔王先去逛街 说是逛街 实际上不过是借机 给魔王换套现代感衣服 让他亲自体验一下 科技与魔法的炫酷融合 一到购物区 马奇纳熟练地 把魔王往扫描一上一推 可魔王一看效果图 立刻尴尬了 他魔王大人穿运动装 有点掉档次吧 马奇纳则不以为然 表示运动装正好 跟现代科技潮流接轨 不过魔王最终发现 这一身运动装意外的帅气利落 胸前还嗅了个醒目的魔王字样 瞬间满意了 正要穿戴走人 却见马奇纳拿着衣服竟没付钱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溜 魔王慌忙叫住他 马奇纳撇撇嘴笑了 这年头大家都是用线上支付 直接连上网络就行 一句话把魔王整蒙了 马奇纳见他一脸迷茫 只好解释道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法米利亚科技 集合魔法与科技于一体 能用来支付购物通讯 甚至放大魔力 话音刚落 魔王脑袋都快转不过来了 魔法还能用来买东西 这要在以前 这种科技产品能下的全村人 去烧香拜佛 马奇纳安慰道 习惯了就好 不装这玩意儿你可是寸步难行 魔王无奈 只能默默忍受 紧接着便思索着 听到这话马奇纳有点着急 王啊您可别开玩笑 这点小钱我打工养您足够了 但魔王一脸认真地表示 如今世界变了 我也不再是全能的魔王了 哪有王坐享其成 让下属去拼死拼活的道理 说完魔王还认真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仿佛在鼓励自己 看到魔王一副坚持的样子 马奇纳无奈叹了口气 却也不禁想起当年的誓言 那时候他不过是被村民 当作怪物的普通人 直到魔王就他于水火间 正因为如此 他才誓死追随魔王 如今竟然被安排着打工 马奇纳内心复杂 最终却也无可奈何地认了命 临出门前 马奇纳又给了魔王一个MP3 不但可以用来买东西 紧急情况下 连按三次就能报警 随后魔王再三拒绝了 马奇纳一同前往的请求 毕竟自己不是个两岁半的小孩 可是去哪找工作 又让魔王犯了难 于是在街上蹲了几个小时后 肚子里传来的饥饿感 让魔王决定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否则早晚会沦为街边的乞丐 赞颜良与乞丐就搞清了状况 原来这是个非法移民 不过他还是好心地给了魔王一份履历表 只要写上特长和工作经历 去商会面试多少会有点帮助 随后魔王兴冲冲地去就业中心投简历 工作人员接过他的简历 只见上面写着统帅百万大军 千年不败之类的离谱成就 顿时一脸懵圈 忍不住问到您这是游戏职业经历吗 魔王一脸认真回答道 这可是实打实的荣耀 听完这段传奇履历 工作人员脸色发青地表示 咱这小妙 装不下您这尊大佛呀 更何况魔王也没有法米利亚认证 没办法完全融入现代化工作 失落至于魔王找马奇娜求助 马奇娜当即请来了他的朋友海克 海克一见面就自来数 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与马奇娜的交情 并向魔王大肆推销网红主播这个职业 认为这最适合他气场和背景的工作 见魔王半信半疑 海克兴奋地解释道 就是让你面对镜头展示自己的魅力 你能想象直播间里上千人同时膜拜你的感觉吗 这话瞬间点燃了魔王的兴趣 经过一番现代化指导 魔王正式上档开启了主播生涯 面对摄像头的他渐入佳境 讲述起自己古老而辉煌的往事 引得无数观众热血沸腾 礼物刷的满屏都是 魔王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当年风光无限的日子居然在今朝落得如此甜点 一边靠直播讨生活 一边勉强度日 手里那点超凡魔力也只够游戏中被小怪反复嘎掉二百多次 然而更惨的是 他对面的那个老对手 曾在五百年前亲手打败自己的勇者竟然更惨 沦落成一个流浪街头 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光蛋 就在这个奇妙的夜晚 一对五百年不见的老冤家在小小的面馆里偶遇了 魔王叹了口气 决定找些话题宽慰宽慰这位落魄勇者 顺便聊聊这五百年过去的点滴 然而勇者眼神涣散 狼狈的模样实在让魔王一失欲色 直到服务员把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放到桌上 勇者才终于抬起头 满是心酸的低声说道 五百年前我杀敌无数 只为保护人类 可现在我竟然成了他们的敌人 原来这位勇者并没有享受到自己预期中的英雄结局 作为战胜魔王的奖赏 女神赐予了他不老的祝福 然而这一祝福非但没有带来荣耀 反倒成了诅咒 他虽不老不死 但人类的纷争却从未停止 在魔王倒下之后 人类之间迅速爆发了无数场夺地之战 而他作为最强的战士 不得不多次披甲上阵 居然用自己保护人类的力量去伤害其他人类 但最让勇者痛心的还是 当和平终于到来后 他不但没被当成英雄 反倒被人类当作新魔王追着四处打 就像当年他们追捕不死的魔王一样 勇者只能带着孤身一人的悲凉 成为了新的目标 一直被人类不断追杀 甚至变成了口口相传的禁忌人物 至此他彻底心灰意冷 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魔王听得唏嘘不已 虽然无法真正感同身受 但也觉得这位勇者确实过得太惨了 就在这个时候 勇者突然抬起头 带着最后一丝不甘 问魔王当年发动战争的理由 如果没有那场战斗 他或许早就过上普通的生活转世轮回了 而魔王只是苦笑 你或许不信 我那时发动战争 其实是为了追求和平 这句话让勇者大为震惊 居然听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讽刺一文 原来魔王的手下那些不死族 也都是曾经的人类 然而人类和不死族之间 却永远无法互相理解 为了避免弱小者互相残害 他决心站到顶点 以最强者的身份来终结一切纷争 这便是他所谓的和平 魔王的这一逻辑让勇者难以认同 毕竟他也是为保护弱小者而奋起反抗的 但两人终究各执一词 没有真正的共同语言 话虽如此 眼下的两人 一个落魄到直播乞讨 一个流浪街头乞讨实物 似乎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信念 这时魔王心中一动 或许自己能靠着网络直播重振信仰之力 他得到了某位少女的点拨 认为只要积攒到足够的粉丝关注 就能恢复力量 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网络直播的世界 凭着不死之身和魔王的奇特舍定 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虽然游戏技术差到抠角 甚至被小怪虐到怀疑人生 魔王却凭着中二的魔王语气 和幽默风格迅速圈粉 粉丝数暴涨到一百多万 每次直播结束还不忘记讨一波 这种魔王反差萌 居然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打赏 着实赚了个盘满钵满 某天直播结束后 魔王偶遇了那个曾在街头 把他摁在地上摩擦的流氓 如今的魔王 已有上百万粉丝的关注 力量也恢复了不少 对付个混混自然手道青睐 原来海克本来是故这个混混当保镖 可当天去突然罢工 不付双倍工钱的话就绝对不干活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他有了更好的选择 于是二话不说就把魔王绑做了自己保镖 而自己当下要去一个仓库偷点东西 海克希望魔王能先替自己把看守的人引走 剩下的事情交给自己 然后话还没说完 魔王就已经冲了出去 魔王轻松地把魔力压进胸口 下一秒他的身体仿佛升级了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暴涨到让人怀疑人生的地步 紧接着子弹像被无形的屏障挡住了一样 瞬间停在半空中 而他则靠着爆发的魔力 一手接下了所有的子弹 完全无视那群黑道小弟的猛烈射击 敌人还没反应过来 魔王已经化身扫射击 一波操作把黑道小弟们一一解决 不过就在最后一个黑帮举枪对准魔王时 一开枪却打到了自己人 原来是海克暗中帮忙 利用灵速侵入了黑帮的系统 篡改了视觉情报 虽然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必要 就在俩人准备拿东西走人时 魔王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不祥的气息 下一秒攻击就随之而来 最先登场的 不是普通的敌人 而是一台机甲 他全身覆盖着隐形披风 速度快的惊人 甚至能和魔王超强体能相抗衡 魔王一看这情况心中一乐 终于来点有挑战性的了 他甚至没打算跑 反而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正好用来测试一下自己的新能力 海克看到这台机甲后 脸色一变迅速提醒魔王快跑 这种东西不简单 警察专用的最新型机甲 黑道怎么可能弄得到 魔王却一脸无所谓打了个响指 跑个毛啊 这种玩具正好用来当沙包 随后几发子弹射了过去 不出所料全被弹飞 机甲收到了指令 开始了全面的攻击 激光射线像彩虹一样 五光十色的扫射而来 魔王凭借着增强后的反应速度 居然轻松地躲开了所有激光 简直像在跳舞 接着魔王没等敌人缓过劲来 就果断发动反击 一发黑色魔力炮直接命中了机甲 结果机甲的外壳一阵 居然没有被摧毁 反倒是盾牌出来了 这一幕让魔王有些刮目相看 这家伙居然能挡得住我的攻击 不过魔王一点也不气馁反而笑了 有点意思 正好可以享受一场真正的战斗 曾几何时他每次出手 敌人几乎都秒掉 现在终于碰到点有点挑战性的对手了 倒是让他有点小兴奋 就在魔王准备更卖力的战斗时 机甲也开始了反击 这回他的武器从远程长枪 变成了近战的长剑 剑刃碰到地面时 整个地面都像是被阵裂了 两人你来我往 简直打得火热无比 地面都快承受不住这股力量了 正当机甲自信满满的报告敌人已排除时 魔王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以为把我的头砍了就能淡掉我 真是天真 他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显然已经轻松解决了机甲 可魔王心里却有些不安 虽然机甲被解决了 但这种技术可不能小觑 他深知这种技术量产的话 城市里将会是魔王们的噩梦 随后俩人拿到此次委托人要求拿到的东西 一个记忆盒 身为黑客的海客压抑不住好奇心当即打开了盒子 却发现里面是一份名单 魔王仔细一看却意外发现这些名字 居然都是他曾经的子民 作为魔王自己可不能袖手旁观 他让海客赶紧联系委托人弄清楚情况 可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对方 两人只能亲自上门拜访 两人赶到委托人的公寓 然而一进公寓 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简单的门锁 而是一堆被解除的陷阱 魔王眼神一沉 这些陷阱被解除 委托人恐怕早就死了 果不其然刚打开门就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那时他还告诉魔王 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没想到这回竟然成了幕后黑手之一 更让魔王震惊的是 从委托人的伤口来看 凶手的手法简直是无懈可击 显然是个职业杀手 根据死亡时间推断 他刚委托海客去偷东西没多久就被除掉了 此时海客突然一拍脑袋 这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临窜骇客 肯定留了后手 果不其然经过一番寻找 两人发现了一台就是笔记本 断网的电脑似乎成了委托人唯一留下的线索 两人苦心破解 终于打开了一个视频文件 这段视频中委托人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死 并且将所有的秘密都记录了下来 视频里的内容让人目瞪口呆 原来这座城市的能源并非永续攻击 而是依靠着动力炉 这些动力炉利用行星地脉的灵素为城市提供能量 但实际上能够使用的动力炉仅剩下两座 而且最可怕的是 这座城市竟然还有一个名为不死炉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 就是将不死族的灵魂烧成能源 这种能量越强大的不死族 燃烧后的能量越庞大 而最先被扔进去的则是不死六魔猴之一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魔族的猎杀 也正是为了将它们作为能量来源 更令人震惊的是 委托人发现不死族名单已经被黑帮收集 计划将这些名单卖给这公司 同时也说明不死族的能量已经开始见底了 所以才会搜集其他不死族的名单 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不死族就不应该存在 现在如何处理他认为 大概只有传说中的魔王才有资格定夺吧 看完视频海克震惊地说不出话 这件事远比他想象中复杂得多 而魔王却不慌不忙 你就算知道了这些 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拍了拍海克的肩膀让他先离开 这件事自己会处理 就在魔王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想起了马奇娜 试图用魔法联系他 然而却始终没有回应 等魔王赶回住处时 迎接他的只有一片废墟 官方通报说这是煤气爆炸 但他很清楚事情没那么简单 魔王捡起地上一个游戏手柄残骸 和马奇娜的过往一一浮现 魔王不由得心如刀脚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幸好黑客海克想出了妙计 虽然星宿郊区监控稀少 但快递无人机却遍布天际 他直接用零骇术入侵无人机系统 成功调取出三个小时前的画面 而魔王一眼就看出 这是魔法对战造成的爆炸 海克再继续往前调监控 一个老熟人的身影突然出现 正是魔王的救不下 现如今的科技巨头马尔库斯 时间回到三个小时前 马奇娜正在昨末晚上 给魔王做一份爱心晚餐 突然不速之客到访 在看清来人后 马奇娜毫不客气 直接下了朱克利 一记魔法就将马尔库斯给轰了出去 沉寂数十年的马奇娜 浑身充斥着炙热的红色火焰 展现出黄灼猴的真正姿态 他不仅解开了魔力的稚骨 还掌控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火焰魔法 而这份力量在搭配 现代科技的法米利亚系统 直接让他对上了 以血树闻名的血树猴马尔库斯 而顺发魔法十六魔猴之间 最拉满的对轰 拼的根本不是技能 而是战斗意识 下一秒马奇娜顺身闪现 直接抓住了马尔库斯的手臂 零距离释放魔法 硬生生炸飞了对方的左臂 然而马奇娜刚以为胜券在握 马尔库斯却像开了挂一般 触目惊心的伤势眨眼间 竟然完成了再生 还召唤出了更强大的血魔法 眼看血红色法阵蔓延天际 马奇娜只能转弓为首 好在她的防御魔法堪称顶尖 就算被血与魔法的冲击覆盖 也能从容应对 可下一秒局势却瞬间扭转 血树猴居然安排了偷袭者来背后捅刀 但出手的一瞬间 太刀竟然化作了虚影 原来马奇娜早已看穿了血树猴的伎俩 毕竟他们是逗了数百年的老熟人 他压根不幸这卑鄙小人会正面单挑 然而就在马奇娜准备反击的瞬间 马尔库斯忽然强制关闭了他的终端系统 马奇娜还没回过神来 太刀已穿透胸膛 鲜血喷涌而出 马奇娜困惑不已 自己明明早就断开了终端网络连接 怎么可能被入侵 此时的马尔库斯发出猖狂的笑声 直言他独一无二的心形终端早就埋下了后门 可以随意操控其他人的终端 这一刻他俨然成为了这个科技时代的最强制人 毕竟基于力量和魔法称霸世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凭借自己现有的咨询和技术 早晚会成为新魔王的 随后魔王就在监控中看到昏迷过去的马奇娜被带走的画面 更糟糕的是海克随后发现马奇娜已经被带往了灵素反应区 库尔玛斯要将他荡成星火烧掉 魔王转身就要去救人 却被海克给拦下了 要知道血树侯基地外围有十几台魔岛机甲 凭魔王现在的实力根本无力突破 而魔王却说自己有人帮忙 随后魔王就找到了勇者 五百年前魔族曾害死了勇者的家人 两人一度视同水火 可如今魔王为了救马奇娜 不惜跪地恳求 勇者不解 就为了一个不死足的女人 你堂堂魔王竟然装起了孙子 曾经的你为了称王称霸将全世界都陷入战火之中 现在期望卖惨装可怜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吗 更何况灵速反应堆是这个城市的心脏 难道为了一个人就要毁灭掉整个城市吗 但魔王一句话让气氛瞬间凝重 他不只要救马奇娜 还要拯救这个城市 正是因为现在的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才会向前勇者你低头 随后魔王再次惩治邀请勇者能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他 最终勇者被打动了 不过并不是看在魔王的面子上 而是现在有个被囚禁的女性等待被拯救 作为勇者他不会坐视不管 随后在海客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进入深层区域的入口 当问题来了 没人有详细地图 关键时刻勇者使用了自创魔法迷宫漫步 短短几分钟便扫描出了整片地下城的结构图 魔王看得目瞪口呆 他突然想起来勇者也是冒险者 当年应该探险过无数地下城 接着勇者建议俩人应该尽快攻关地下城 魔王却不乐意了 他质问勇者有没有考虑过迷宫建造者的感受 人家花了那么多心思打造的建筑啊 魔物啊 宝箱位置啥的 你们也不多看两眼 随后俩人就因为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完全忘记了此行的任务是来救人的 海客甚至觉得这俩人是不是脑子有包 两人一路推进 随着升降机的不断深入 跟海客的通讯信号也从断断续续变成了彻底失联 最终俩人抵达血树侯的秘密基地 却发现眼前只有一名秘书 勇者怎么也没想到 500年后他再次被卷入战斗 竟是对阵人类科技的巅峰造武 这台号称第五世代的魔导机甲 宛如一台致命的战神 从外形到性能都堪称完美 小小轻便 却蕴含毁天灭地的力量 而操控机甲的 名义上是大佬的秘书 实际上是一个对科技力量无比自信的狂人 勇者本以为 区区秘书哪怕剑术再强 也不过是叶剑猴水平 要知道当年叶剑猴在他手里连三招都走不过 然而没等勇者收回这份自信的微笑 秘书已用雷光拔刀斩出现在他的背后 闪电般的攻击让勇者紧凭肌肉记忆堪堪格挡 随即被先飞数米远 重重撞在墙上 不过如此 秘书冷笑 拔出刀刃直指地面 机甲瞬间散发出强烈的白光 整个空间似被电流侵占 随即 一道巨大的魔法阵浮现 仿佛能吞噬一切 勇者这才意识到 这场战斗不仅仅是力量的对抗 更是科技与古老魔法之间的较量 秘书穿上机甲后 实力大幅提升 每一件都快如闪电 他得意地嘲讽到 500年的成就战术 竟然还敢出现在新时代 随后秘书的每一次拔刀斩 几乎都能精准找到破绽 将勇者逼得只能被动防守 可随着战斗逐渐深入 秘书隐隐感到不对劲 对方的动作越来越流畅 竟然能逐步适应他的节奏 这让秘书惊异不定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古董勇者 竟然是在用他当陪练 逐步找回战斗状态 而就在他分神的瞬间 勇者踩住了秘书的刀刃 随即左手一挥 地面涌出无数冰枪 将秘书瞬间冻结 即便如此 机甲的强悍防御 仍让秘书安然无恙地破冰而出 原来500年前的招式 如今还能派上用场 勇者抹了把汗 却让秘书瞬间破防 眼瞅着这一招下去 秘书居然还能活蹦乱跳 勇者当场愣了一下 毕竟这招虽然比不上 当初干掉魔王的那一击 但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接得住的 没想到科技的力量竟如此离谱 不过既然战斗已经尘埃落定 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勇者终于久违地干了件项目像样的勇者专属活动 换句话说 今天 他总算把自己的勇者名号用对地方了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在不死炉的深处进行着更为阴暗的计划 用不死族的灵魂作为城市的能源 炼化他们的灵魂 使其化为永恒燃料 他一把掐住了马奇纳的脖子 接下来只要将对方丢进不死炉 马奇纳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粮食 而他在消灭了所有不死族之后 他便会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魔王 在这个魔法与科技交织的世界里 没人能料到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魔王 会沦落到靠搞笑直播讨生活的地步 更没人想到这位打工圣体会因为一场直播 重燃自己魔族之王的荣耀 甚至开启了一场颠覆世界秩序的战斗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段被曝光的真相 重生到赛博世界后魔王的生活相当卑微 原本统治魔族的他 如今却靠搞笑视频在新宿城混口饭吃 要问原因倒也简单 因为时代变了 魔法不再是神秘力量 而成了无银唱芯片操控的随手技能 拥有着芯片的人 不需要咒语 不需要学习 只需轻轻一点 就能顺发强大魔法 而魔王作为旧时代的遗物 成了没人要的垃圾 然而魔王的逆袭契机 出现在他的一场平平无奇的直播中 意外揭露的秘密显示 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运转 是靠牺牲魔族的生命来提供能源 这一真相点燃了魔族的愤怒 也让魔王的内心久违地燃起了斗志 时间回到现在 魔王决定直面自己的宿敌 叛徒马尔库斯 而马尔库斯也完全不把魔王放在眼里 凭借无银唱芯片和血魔法 肆无忌惮地嘲笑他 没想到堂堂魔王 沦落到靠直播博取流量的地步 马尔库斯一边说 一边挥动血之箭 朝朝致命 面对如潮水般的血化炸弹 魔王一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甚至一度被血魔炸的遍体鳞伤 然而马尔库斯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不过是魔王的拖延之计 他真正的底牌 根本不是眼前的战斗 而是另一场信仰收割 原来在这场战斗之前 魔王早已委托黑客好友海克 展开一场全民直播行动 海克黑入了心素的所有屏幕 把魔王的战斗画面 推送到每一个人的眼前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只要关注魔王 情绪就会化作信仰之力 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体内 观众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魔王的终极一战 海克在幕后操作 短短数分钟内 魔王的知名度直线上升 信仰值瞬间爆表 而这也为魔王开启他的第二形态 提供了关键能量 魔王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息 他的身体散发出漆黑的光芒 鲜血化为燃料 在他体内燃烧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从他体内涌现 魔王化身黑暗魔龙 怎么可能 你早就失去了这一形态的能力 马尔库斯惊恐地后退 试图发动血魔法反击 但所有魔法在黑龙面前都毫无作用 原来黑暗魔龙的力量不仅仅是肉体的增强 更是对魔法规则的绝对掌控 任何攻击尚未生成 便已被化为虚无 绝望的马尔库斯跪地求饶 但魔王只是冷冷地俯视着他 背叛者 接受属于你的制裁吧 然而 魔王并没有急着终结马尔库斯的生命 相反他对这个冷酷自大的军阀产生了实验的兴趣 参考海客的零骇术 魔王直接在马尔库斯的脑中植入了恐惧 这种手段可比普通的威胁有效得多 片刻间马尔库斯的精神世界被无尽的黑暗和绝望吞噬 原本不可一世的马尔库斯 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只冰死的流浪狗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一声丝毫没有动容 然而魔王却突然有了新的主意 你不是想要永生吗 那么就成为星火吧 所谓星火 是将生命之力投入不死炉的燃料 虽然这意味着马尔库斯的肉体和灵魂都会被焚烧殆尽 但至少这座不死炉还能暂时运转 让城市中的人类多一线生机 文言马尔库斯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惊恐地摇着头 随后他竟然开始用一种义正词严的口吻指责魔王 你不应该这样对同胞 你太残忍了 魔王愣了一下 然后笑出了声 这种事情做得最多的人 不正是你自己吗 话音为洛魔王伸手一挥 似乎已经准备开始最后的仪式 然而就在这时马尔库斯突然爆发出最后的挣扎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猛地挥出了手中的血液 那些血液化作灵力的锋刃 直奔魔王而去 没想到500年前吃神 吹炸风云的最强魔王竟以转校生的身份 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现代魔法学院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他竟还要接受校长的亲自面试 就在打败了血树侯后 魔王变过上了看似普通 却实际离谱的退休生活 日常就是开直播通关高难度游戏 靠着不死足的体质 他硬是72小时连轴转 轻松攻克地狱及关卡 顺便让粉丝数突破300万 然而他对粉丝送来的信仰之力可谓五味杂陈 魔剑确实升级了 但解锁的新型派居然是专门克制不死足的 你们这是让我开心呢 还是让我早点退休 可别以为魔王的生活只有这些 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是六魔猴的下落 500年前六魔猴为了抵抗血树猴 将力量封存在一本魔导书中 帮助魔王追踪他们的位置 但魔导书早已失踪 想找到他简直是大海捞针 一次偶然的机会 魔王的助手马奇纳和技术宅高中生海克得知 魔导书可能藏在一所位于秋夜园的魔法学院地下宝库里 然而这宝库已经整整500年无人开启 至于宝库为何如此神秘 海克通过他的黑客终端查到 这里被三大家族联手封印 解锁需要三件关键道具 哥德加的圣典 塞布鲁多加的王冠和雷纳德加的宝珠 既然要潜入学院 干脆装成学生吧 魔王提议道 对于一位500岁的不死族 这操作别提多离谱了 但马奇纳和海克竟然举双手赞成 你反正脸呢 绝对能混进学生群里 三人抵达秋夜园的卫星都市 魔王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里的建筑风格居然和500年前一模一样 街道上满是魔法甲制商店 每一件都精美的不像话 这也太赛博朋克了吧 不过还没等他感叹完 就迎来的第一道考验 校长特拉托的入学面试 特拉托并非等闲之辈 他不仅是魔法学院的校长 还是三大家族之一哥德加的家主 面试过程中 他对魔王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盘问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特拉托竟然毫无疑虑地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临走前他还补充了一句 只要你们能找到其他两把钥匙 我很乐意帮你们解封宝库 入学后魔王迅速进入角色 但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就让他险些翻车 要知道在他看过的动漫中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为此他特地行使了魔王特权 他一定要最先进教室 随后魔王本想低调一点 但看到测试魔力的水晶时 他忍不住稍微释放了一丝魔力 结果水晶直接炸成了粉末 全班同学瞪大眼睛看着这位转校生 班主任嘴角抽搐 这孩子是练了什么邪门魔法吗 随后的一系列课外活动更是报效连连 为了适应学校禁止终端设备的规定 魔王绞经脑汁研究手动式魔法阵 另一边勇者也因某个原因 来到了魔王所在的秋叶园 同时他通过终端与一个女生沟通 而这个人正是他之前打败的秘书小姐